一股強勁台風在南北韓帶來暴風雨 導致最少8人喪生,數以千計的人失去電力供應 台風布拉曼在星期二在南韓沿岸登陸 並且在北韓洗到當地除了令到水浸問題更為嚴重之外 亦發生了泥石漏 據北韓國營電視台的電視畫面顯示 多過城市的破壞情況 但國營電視台並沒有在報導當中透露更多詳情 到目前為止,有5名中國漁民因為漁船在南韓島嶼濟州賭卓招而喪生 南韓海岸警衛隊已經展開請求行動 成功救出11名中國漁民 另外有6人游水上岸 但有12人至今仍然失蹤 據氣象預報人員說 另一股台風將會在今個星期稍後吹襲朝鮮半島 未知只有7月18日 信仰島嶼濟州賭卓操 此期間 二月19日 以前衝判 黑暗 瘋